要麻煩大家呢 您先進到這個網站 先進到OneNote 1234-1kmw.net 那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資料通通都擺在上面 都擺在上面 您可以選擇 看是用 訪客的方式是最簡單的 那如果您覺得 還可以的 其實您可以用所謂的會員登錄 那會員登錄的部分呢 您可以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您直接使用社群的方式 使用社群的方式 那比較不建議各位用的是Facebook 因為有的 影子 設定比較嚴謹 可能會登不進去 那其他都可以 另外呢 如果您想要用信箱註冊 比如說你有Gmail 有Harmail 有Yahoo的 但是我不想跟這邊綁在一起 也可以用信箱註冊 那用信箱註冊呢 它會寄封認真信給您 這是第二種方法 如果呢 你覺得這樣太麻煩 就來這邊用訪客是最簡單的 你滑過這個訪客之後 在這裡 您按下取得訪客代碼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8位數的代碼 你把那個代碼記下來 下次 就用相同的代碼登錄就可以 那這樣的話呢 您所有的閱讀記錄 做的筆記 也要加入的這些 群組 通通都會繼續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免費的販轉學習平台 那如果說您想用 訪客的 最簡單的你就按一下 好 代碼就產生出來了 那代碼產生出來 你看我了解就進去了 那各位預設進來之後 如果你剛不小心代碼忘記 沒關係 上面這裡還有 好 這個地方還有 好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您從這個地方也可以改一下 您的個人資訊 你的信啊 名啊 用中文 英文都沒有關係 好 就可以稍微改一下 這樣就比較知道各位是哪一個 那您進來之後呢 預設是在發現裡面的 課程 預設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 OneNote其實上面除了我的資料外 其實還有很多BN的 很多BN的 所以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就是數位學習平台的概念一樣 你在上面會找到很多BN的資料 那麼 我們今天的資料是放在群組裡面 群組比較像班級 好 比較像班級 所以 我的延期資料都放在這邊 那您可以 按一下發現裡面的群組 不小心你應該就看到了對不對 我們的就在第一個 其他的也是我的 只是有開放而已 好 所以你還是會看到我很多其他的 所以萬一你走錯教室了 你可以隨時再 回來 從這邊就是 到發現剛剛你會發現群組 這個地方 所以您進來之後在這裡找 點一下 那麼在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加入 這樣OK嗎 就在這邊 所以你不要在這邊等人家幫你開門 要自己按加入才會進來 自己加入才會進來 那這樣你就會看到我們今天所有的 資料我都已經擺在上面 在這裡 這樣OK嗎 所以麻煩各位您先進到我們的這個 群組裡面 我們先進來 這邊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